大家好,我是心寨 盤點睡前禁忌 喝一杯咖啡多花40分鐘才能入睡 很多不良習慣是會延續失眠的症狀 糾正這些習慣就會成為睡眠衛生的目標 以咖啡因為例 假如你一兩天睡都不足,無夜沒睡 喝一至兩杯濃咖啡似乎是幫助你撐過一天的好方法 但替身體補充輕品劑是不可能改善下一晚睡眠的 咖啡因透過好幾種機制發揮作用 不過主要是靠名為腺甘的分子和它的受體結合以產生作用 當身體忙著執行大量化學反應的時候 一如八天的運作 大腦的細胞開始分泌腺甘 神經活動的代謝廢物 正常情況之下 腺甘和高度特定的腺甘受體結合 並且安定細胞內的化學作用 不過咖啡因會介入這個路徑 阻礙腺甘和腺甘受體相結合 這樣一開始 細胞就會繼續全速運作 令到個體難以入睡 睡覺前一小時喝咖啡 會花40分鐘才能入睡 在人體裏 咖啡因夜半需期大約4個小時 這表示如果你早餐喝一杯咖啡 到夜晚睡覺的時候 血管內還有大約1%的咖啡因 仍在活躍地作用著 試想一個極為日常的咖啡因攝取情況 早上7時喝一杯濃茶 8時喝一杯濃縮咖啡 9時上班喝一杯星巴克大咖啡 11時又泡一杯即溶咖啡 下午晚喝一杯茶 到了夜晚 夜就是多數人睡覺的時間 你的體內還有大約200毫克的咖啡因 尚未消化完畢 相對於一杯雙份濃縮咖啡的咖啡因含量 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沒什麼影響 但有證據顯示 這樣的咖啡因攝取量可能會令人睡不著 一項研究讓受試者在睡覺前一小時 攝取大約200毫克的咖啡因 結果發現他們比平常多花40分鐘才能入睡 睡覺之前喝烈酒坐眠 降低睡眠品質 喝酒也會導致失眠 雖然喝酒過量的後果之一是不省人事 但酒精是會嚴重擾亂睡眠結構 睡眠研究先驅垃薩尼爾克萊德門是率先 探究酒精對睡眠有什麼影響的學者之一 他讓想必是渴望喝酒的受試者 睡覺前一小時喝烈酒 實驗發現他們很快就睡著了 而且頭幾個小時似乎都睡得挺好 然而隨著黑夜的流勢 他們的體溫開始上升 精神狀態變得比喝和養份量的水份的時候 還要朝躁不安 幾年之後 美國科羅拉多的學者研究酒精 是不是會影響快速眼期的睡眠時間 令學生先喝下十單位的酒精 再讓他們睡在一間降噪 控溫和黑暗的房間裡 扣調了上廁所嘔吐 或者其他不計入睡眠的時間 除了一名受試者之外 所有人的快速動眼期睡眠時間 都比其他沒有喝酒的平均快速動眼期睡眠時間還要少 其中幾名受試者的快速動眼期更是短了一大截 無論快速動眼期的功能是什麼 時間太短或太長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尼古丁也是失眠患者的禁忌 它是會刺激一堆境界性的神經傳導物質 進入大腦 相較於兩成的非吸煙者 大約有三成的吸煙者 深受睡眠中短所苦 煙癮愈重睡覺愈短 睡覺之前吃得太飽容易胃酸到流 睡之前不要吃得太飽 是每個人都已熟能長的格言 在深夜進食 不單是會向視交叉上核傳送矛盾的訊息 有可能擾亂生理時鐘 還會造成胃酸到流而間接影響睡眠 睡覺之前也不適合運動 這樣做是會增加腦內啡的分泌 一般認為這種物質會促成跑步者的愉悅感 一種最初在長跑選手身上 觀察到的愉快狀態 但很多人從事中等強度運動之後 也會有這種感覺 多謝收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祝一切順利 如果這個Youtube令到你心有感觸 趕緊點贊 收藏按小鈴 訂閱全部 並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讓我們一同成就更好的自己 拜拜